9月7号国外多家新闻媒体发文表示 泰勒与董森三个月的恋情已经宣告破裂 两人已经分手 知悉分手的原因是董森希望能够高调地公布恋情 带美美参加爱美奖的颁奖礼 而美美制觉了 表示私人生活就是私人生活 不希望把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搞得如此公开 美美最终提出了分手 泰勒此前从未跟任何一个男友携手走红毯 近期眼开始对两人的这段浪漫关系产生了动摇 该消息人士指出 斗森总是特别日中于将两人的关系公开于众和媒体面前 这让泰勒感到难以适应 虽然此前也曾调整心态努力配合对方 但是越来越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从开始就是不正确的 泰勒是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并不认为需要一个男朋友来显得自己人生完整 在斗森和泰勒的恋情刚刚曝光的那段时间里 两个人几乎是长在一起的 但是自进入7月下旬以来 他们俩就很少再被媒体拍到公开合体出现了 另据悉 近期泰勒独自在美国 而斗森则在意大利继续雷神系列电影的拍摄